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专声会的网上主日崇拜 我是郭准宣教士 今天是1月28号 我们今天崇拜的主题是为主做见证 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时间 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无论是犹太人 西利利人 无论是外邦人 都没有分别 我们都同有一位救主 来吧 让全地人都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敬拜的第一首诗歌 就是献给天上的主 我们请宋恩堂的敬拜小组 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识 来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来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愿赞美送药 都一日归及你 主你是伟大圆明 在我心中有数不足的人 来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来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如见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如见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主人天多我美 感激你属于你父子 提着心情献给你 赞美感激你 将我心意尽作 每篇的诗句 提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敬美感激你 归及你 主你是伟大圆明 在我心中有数不足的人 来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愿赞美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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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见情献给我天上的主 其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敬美感激你 愿赞美感激你 我献上重担 其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尽我心意尽作 每篇的诗句 提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敬美感激你 为你 我献上重担 其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尽我心意尽作 每篇的诗句 提举手情献 敬美感激你 敬美感激你 就让我们一起看着荧幕 来念十篇九十四篇二十二节 请 耶和华 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我心里依靠他 就有力量 耶和华 是我投靠的磐石 在我遭难的日子 因为有耶和华 让我心里面得享平安 就让我们在世人面前 来宣告说 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你试试帮助我 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 耶和华 你赐来付出我 你安慰我 你安慰我 就是我欢望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我遭难的磐石 我遭难的日子 不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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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我遭难的磐石 耶和华 你试试帮助我 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 耶和华 你曾爱抚助我 你安慰我 就是我换了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投靠的安息 我早安的日子 因为有你的相平安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投靠的安息 你必不留起我 不离起我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投靠的安息 我早安的日子 因为有你的相平安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投靠的安息 你必不留起我 不离起我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耶和华 你自爱抚助我 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 让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 愿万民归向你 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今天早上的信息 主啊求你恩典高临这大地 让万民因你而蒙福 主啊求你能力抑制这大地 让万民因你的拯救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 让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主啊愿列帮万民都归向你 让万民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 愿这地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称颂祢的名 主啊 愿这地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重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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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有一位宣教士 Gordon Lau 也就是戈顿先生 在我们当中来为主做见证 他引用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一章四到八节 在我们开始今天讲到的内容之前 我们请大家先听听今天讲到的经文 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遇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了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 七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 在刚刚读完这个《使徒行传》的 第一章的经文之后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一天的题目 叫做为主做见证 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 过去在中东地方来服事 所以我不方便将我的整个名字 跟大家分享 我只是简单的用 郭顿宣教士 作为介绍我自己 我二十多年前已经 来到美国 在基卡哥念神学 神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到以色列地 服事 在当中有大概六年的时间 我跟我的家人一同在当地 我们也经历过两次的 尾巴的冲突 我们也常常在防洪洞里面度过 感受到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的 仇恨 我们在当地也有很多的朋友 是两边的都有 以色列犹太人跟亚拉伯人都有 我们都是一直在他们中间 坐在着传福音 现在也 还是跟他们联络 盼望 尾巴 在主耶稣里面 也是新耶稣 耶稣 祂早日有平安 今天我想分享的 是我怎么样领受这一个意象 来向犹太人传福音 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帮助 得着鼓励 在中东这个地区会主做见证 我的负担是向以色列的犹太人传福音 我是参加一个菜会叫做选民西空菜会 从19世纪开始 已经向犹太人传福音 很多人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一个华人会对犹太人有负担呢 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20多年前 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 我就发现圣经其实是犹太人的书 耶稣即使他是犹太人 在一开始信耶稣的人 在使徒行传 在早期的教会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所以我就开始去为他们祷告 过了2000年之后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的负担就一直是在以色列的宣教师奉里面去参与 那么我后来认识这个菜会 是读了这一个犹太纳比信耶稣的见证 这一本书神的选民 了解到这个菜会很多的宣教师都是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传福音 那么我后来就是来到美国念神学 我每一次暑假的时候都是会去以色列 或者是在纽约 纽约是我们菜会的总部 在这里要宣教的学习 那么在以色列很多年的事奉之后呢 就是因为签证的困难 我一家人不可以再留在当地 所以现在我就回到纽约我们菜会的总部这里 侍奉 但是我是在以前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还有没有打仗的话 我也是每年有几次是会带短算队 或者带圣地旅行团去到以色列的 现在我是住在纽约的犹太人的区 在这里传福音做见证 在这里附近的纽约的大学 不同的大学有一些犹太人的学生 我也跟同共一词向他们传福音 还有我在这个布鲁伦区 去建立犹太人的教会 我们在不同的犹太的节庆 我们也举办不同的聚会 来跟犹太人的基督徒一同庆祝 还有让他们去邀请犹太人的朋友一同来 我们的教会现在在疫情之后 慢慢的从20多年慢慢再建立起来 因为疫情之前呢 我们有大概50人 但是现在纽约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城市 包括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信徒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再一次要慢慢建立起来 我们盼望在儿童 青少人的侍奉 有一些新来的朋友 是从俄罗斯 乌克兰 不同的地方来到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分享福音 我们每一年都有教会的敬礼 大概每一次有一会 或者是两会弟兄姐妹 犹太人的信徒 愿意受敬 加入教会 来 一同去认识主耶稣 我也是在不同的宣教大会里面去分享 犹太人的宣教的意向 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 来一同为这一个福祉祷告 今天早上好像盼望用这一段的敬文 来跟大家去分享 这一个喜徒行传怎么样去鼓励我 过去很多年在宣教服事 怎么样得着神的能力 在不同地方为主 做见证 我们看到喜徒行传是 耶稣最后跟门徒的对话 在这里呢 耶稣跟门徒 其实在一个 我是很熟悉的地方 在感染山 他跟门徒有一段最后的对话 因为之后呢 他就会被提 向天 不会再跟门徒急切的去对话了 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 耶稣在他们聚集的时候 跟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这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的城市 我过去住了很多年 住在当地 现在我带短算堆的时候 也是非常重视在耶路撒冷 或者是另外一个大城市 就是现在叫做台来为父 去传福音 耶稣当时时就说 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耶路撒冷 要等候 我的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在那个时候听见他说过呢 就是在路加福音 24章49节 耶稣已经跟他们说 圣灵是会降临的 此时我们知道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都是同一个作者 都是路加这一位医生 所写的书 这个使徒行传 他就说 约翰是用水 是死 但是不多几天 你们要受圣灵的经 要受圣灵的能力 这个同样是 路加福音第三章所说的 是约翰的一个应许 他们要受圣灵 要有神的能力 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的改变 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 他们现在依靠的不是他们看到的耶稣 乃是他们心里面接受的圣灵的能力 帮助他们 带领他们 所以圣灵是给他们有一个能力 要重生 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 可以让他们去确认 耶稣就是弥赛 跟随神的话 圣灵就可以为主 活着 为主 做见证 那么 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的话 你会觉得你会有什么问题 会问耶稣呢 门徒应该问的是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觉得如果我是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应该问的就是耶稣 主啊 圣灵降临之后 你想我们做什么的事情呢 你要有我们做什么 有解一个圣灵这么大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门徒应该问的 其实是件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后来我觉得 他们是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因为第六节他们说 他们问耶稣说 主啊 你现在复兴以色列国 是不是在这一个时候呢 很奇怪 这一条的问题 非常特别 比如说 我现在送一份礼物给你 是一个新的产品 可能是一个新的手机电话 可能是一个新的用AI做的一个 有一个AI功能的电脑 或者是非常特别的新的科技 你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啊 你送这一份的礼物给我 是什么来的 是有什么用处的 这么新的功能我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 或者是工作的方面呢 你正常是会问这一个问题吗 你的朋友送一份礼物给你 你的家人送一个礼物给你 或者是你上班的地方 有一些新的工具送给你 给你用 你正常会问是怎么用的 拿来做什么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啊 你可不可以教我教导我 但是这一色的门徒他们头脑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的看法 他们不等耶稣跟他们说怎么样用圣灵的能力 他们用自主的方法 用自主的想法 就是说 你给我们这个能力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 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到门徒里面的想法 那个时候 这一次犹太人的门徒 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国家 第一个世纪 其实从距离就业的以色列国 已经是紫白年了 他们没有了国家 给这个巴比伦 给这个亚徒 打败了之后 他们没有以色列国家 他们在等候 以色列国可以再一次 不过 还有在第一个世纪 犹太人是非常的困难 他们受的是罗马政府的 迫害他们 罗马政府的对他们非常的不好 常常因为他们是 犹太人 不是罗马人 所以对他们很多的伤害 他们觉得是心里面非常不好受 感受非常不好 觉得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就不再害怕罗马政府了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是说 主耶稣 如果现在你们 你给这个能力给我们 我们就叫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打仗 打这个罗马病定 打这个罗马政府 我们可以重新有以色列国 你知道这些门徒原本很多是打鱼的 很多可能是农民的 他们在加利利有很多宗帝的 他可以叫他们加利利的宗帝一同来 要打败罗马地理 要杀害罗马的兵丁 但是他们的意见就是怎么的强 要服信以色列国 问耶稣是不是这个时候 他们不是等候耶稣 找到他们 不是等候耶稣分享圣灵来 是有什么用途 是为什么耶稣要给他们圣灵 他们就自主要说 自主的想法 那么第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 如果第七节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翻译的话 就是说 耶稣说 他不会讲给你们听 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 服信的 如果用英文的意思就是 以色列的服国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是跟你们没有关系 不是你们要赚注的事情 因为耶稣要他们赚注就是 他说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日子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你们不知道 其实在福音书耶稣说 这个是天父的事情 他自己 职 圣旨也不知道 是天父 父神 所定的计划 但是耶稣第八节 就是用这个但是 去转变他们的 赚注 去改他们的一个 重点 要看另外的事情 要看另外的事情 耶稣说 但是 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要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址 做 我的 见证 耶稣就是盼望 他的门徒 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 去为主耶稣 做 见证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他 做见证 是要靠 耶稣给他们的 能力的 因为他们在 使徒行传 我们知道 一直从第一章 到二十八章 他们会受很大的困难 受很大的反对 但是他们最后 他们的生命也要摆下 才可以为主 做见证 所以耶稣是说 要做 我的 见证 Be my witness witness 见证 这个意思 实时原文就是 matter 就是要为主顺道 要付一切的代价 来跟随主 为主 做见证 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一直看 使徒行传 他们面对 可能是 罗马的政府 可能是 不相信耶稣的人 可能是 反对 使徒的人 对 给他们很大的 难处 但是耶稣 就是说 你们要为我 做见证 要为主 做见证 还有 不但是在 耶路撒冷 乃是要到 犹太 传地 撒马利亚 直到地底 都是像 我们所说的大使命 像万国万民 将主耶稣的福音 传出去 好像过去的历史 下面 在西方的教会 将福音 传到 中国 传到华人 现在 华人教会 领受 这么宝贵的恩典 领受 这么宝贵的福音 尽力神的爱 得着神的能力 圣灵的能力 我们同样 要为主 摆向 为主 做见证 将福音 传遍 世界 各地 当然 我自己的心 都是盼望 我们传遍 世界各地的时候 要顾念 犹太人 跟外邦人 同样是需要 福音 好像在 保罗所写的 以福所书 他说 两下 是教会 合一为一 做成一个 信的人 这个信的人 是包括 信耶稣的 犹太人 跟信耶稣的 外邦人 合起来 才是组成 这个普世的 教会 是不可以 缺少 不可以缺少了 犹太人 不可以缺少了 外邦人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 领受 耶稣基督的 吩咐 使命 靠着圣灵的大能 来为主 做见证 我的心里面 当然是盼望更多的 华人 可以领受 这个 向犹太人传福音 为着主耶稣 向犹太人做见证 这个宝贵的使命 因为我们知道 犹太人对华人的印象 其实是非常好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欧洲 因为这个 纳税的德军 施特拉 要拨害 犹太人的时候 犹太难民 要离开欧洲 但是他们去 印和的国家 都没有国家 愿意 去接受他们 他们的难民船 来到美国 加拿大 中美洲 所有的国家 都不愿意接受 犹太难民 当然他们是考虑就是政治的原因 经济的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不久 那个世界还是经历这个 经济非常不好 所以很多国家 所有国家都不愿意接受 但是在耶路撒冷 这个大屠杀历史的纪念馆 有一个很美好的图画 有一个大的地图 就是说 只有 中国大陆 中国的上海 华人 中国人是愿意接受 犹太难民 犹太人是非常的 感谢 直到今天 我在以色列地生活的时候 他们见到我们是华人 也是 非常感谢 非常 觉得在他们很困难的时候 愿意给他们 这么大的 帮助 所以 盼望我们的了解就是 他们感谢华人 不但是在历史上 乃是 现在 还有 我们做回华人的基督徒 不但是给他们是 不但是给他们是好像历史上的这个在他们若胜的 帮助 帮助 我们盼望我们跟他们分享的是福音 给他们一个永恒的 得救的 永生的 永生的盼望 给他们可以同样 尽力 尽力神的爱 我过去就是在耶路撒冷服事 在这一个弥赛亚的中心 在当中有很多的 耶稣基督 还有我们有一个器柄的中心 去跟同工 一工一起 去分这一色资物 给一色 贫穷人 还有一色大屠杀的 生还者 每一个月我们也有一色教会信徒送来的 这个赤物 我们一同去跟短算队去分 去弄好 一包一包的这个礼物的去送给这一色 奖者或者是贫穷的人 我过去接待了20多次的短算队 来一同去 弄这一色的 礼物送给这一色大屠杀的 圣皇子 他们也是联奖的 他们没有在以色列工作过 所以没有什么退休的福利 他们只是靠着政府的帮助 还有我们基督徒的 对他们的关心 我们也送一色福音的书 信约的圣经给他们 还有我们有一些时候也跟他们吃饭 分享我们做回华人信业 数据的很宝贵 愿意这个福音 他们也可以接受 还有了 我们过去在当地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认识很多的亚拉伯人 我们也同样向亚拉伯人传福音 比如说我的孩子 我的儿女都是在这个 我们叫做mix 的幼儿园 去 读书 的意思就是mix 他们一般的幼儿园 一般有两个老师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亚拉伯人 那么他们的学生都是同样 大概一半是犹太人 一半是亚拉伯人 这些帕拉伯人 一起在 上课 所以 我的孩子 我的儿女都是给他们的 犹太人的朋友 亚拉伯人的朋友 经常请他们去他们小孩的生日会 我们也 跟他们很多结束 分享 耶稣基督的福音 了解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对以色列的 看法 这个是我们在当地生活 接触到 所以现在我去当地的时候 也会代替宋姐妹去 我的犹太人跟亚拉伯人的朋友 可能他们是 就是卖一色的 手信 你可以去买这个纪念品的 地方 也有 原本我是预备了在今年 其实也有一个短算队 我是跟一个短算中心 国际短算市团 他在纽约 在 这个三番市 在资格格在香港 也有不同的 分会 我们去预备 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 但是现在 应着打仗的关系 可能我们要延迟到 明年 才可以举办 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跟我联络 报名去参加 我们盼望有更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服事 祷告 如果你们有负担的话 可以将你们的电邮 留下来 跟我们联络 我们盼望 分享我们怎样在以色列地 或者在纽约 为主做见证的故事 我们需要更多的 祷告 向犹太人传福音 是需要神的暗点 圣灵的能力 才可以 一级一级 向前走 这个是我家庭的 最近的 教片 你也可以为我们一家的 祷告 我的儿子 现在是高中 我的女儿 现在在纽约一个 犹太人的学校 念书 他原本是在 以色列出生的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你跟我们联络 这个是我的电邮的地址 gordon underscore mtlaw at hotmail.com 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同为聚会 有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因为你的爱 你的减赏 我们得到你的 经历 你的恩典 得到圣灵 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大能 可以 得胜我们的罪 得胜死亡 我们得到永生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不但是 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留着 留着在自治 我们是盼望可以 用你的能力 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特别在地上 现在很多的罪恶 黑暗的世代 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在卧室的时候 为主做见证 带领更多的 犹太人 外邦人 华人 不同的人 去信耶稣 盼望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在我们身上 可以看到 耶稣的爱 可以感受到 耶稣的平安 还有我们在你 里面的盼望 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能力 有 鉴定的决心 来向我们身边的 还没有信主的 亲戚朋友 做美好见证 求主带你 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 在不同地方 来 服侍你 跟随你 求你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称 Amen 谢谢 Amen 我们谢谢今天早上 Gordon所带来的信息 就让我们用刚才所唱过的这首诗歌 愿万民归向你 作为今天的回应诗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我求你恩典高临 这大地 让万民因你的耳末 主啊 祝你能力 依止这大地 让万民 因你的拯救 主啊 愿联邦万民 都归向你 让万民 都称颂你的命 主啊 愿联邦万民 都归向你 让万民 都尊重你的命 主啊 愿这地 万民 都归向你 让万民 都称颂你的命 主啊 愿这地 万民 都归向你 让万民 都尊重你的命 从你的命 主啊 求你恩典高临 这大地 让万民 因你 而蒙夫 主啊 我求祢能力抑制着那地 让万民因祢的拯救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呈颂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赞宠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呈颂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赞宠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呈颂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颂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颂祢的名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颂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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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将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 愿神祝福您 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gracechurch.com 或YouTube频道 回看讲道 主日学和诗歌 也邀请您扫二维码登录 我们下星期日 再见